终于看到尼加拉瓜破步了 这是加玛大池一边的 你看多么的壮观呀 好多的海鸥 好大的水量 哗哗的水深 看一下底下的波浪 空气中泥漫的水气 风也挺大的 然后觉得这么大的水量 把温度都带下来了 本来呢觉得还稍微有些热的 可是当我们的车开进到 这个破步附近的时候 周围的温度呀 都掉下来了 而且空气中泥漫的那种 水的腥味 当然这不是点意思 就是你那种 你如果在海边 你可以闻到海腥味 你在这个水边呢 你就会闻到那种 非常自然的 像鱼的那种腥味 真的好漂亮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想拍照 你可别指望拍到好看 因为每个人都发了一个 这个红色的雨衣 穿上雨衣 我不觉得每个人会好看到哪里去 所以就拍风景吧 这一步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那个 破步 再往那边看 又是另外一个破步 应该说是这个 尼加拉瓜破破 最好看的景点 就应该是在这个 加拿大的破步 境内了 好多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的 让我们镜头推近一点 看看那个水啊 落到岩石上面 再炸开来的那种倾向 看到没有 升起了一阵阵的 在拍拍船后面两岸的山景 因为有的时候手机不敢太伸出去 万一掉下去那手机 就没了 看 那边水这么调 山顶上是有一家希尔顿酒店 然后看到那边 那边的这个像一个是一个电缆站 看到那个线没有 刚才看到有人坐的那个缆车 一路滑下来的 对岸应该是美国境内 看到那个悬崖边上没有 也有很多的游人 我还没有 再来 3 7 8 5 5 6 6 5 5 5 10 5 10 3 1 横着脱步这边很靠近 所以水屋越来越大 风也越来越大 吹的边上听到没有雨音的沙沙的声音 太漂亮了 看到水在礁石上面 放大一点 看看 水好清 那里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看了出界了 这就算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看了什么意思 我们在尽管 我们在这里看了什么意思 我们都看了什么意思 还能看了什么意思 我们就看了什么意思 我们来说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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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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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